温书安是金圈浪子二少 我也是出了名的荒唐二小姐 所以我俩联姻 别人管我们叫二臂夫妇 婚后 我们约定个玩个的 互不干扰 但一次意外后 我推倒了她 一夜荒唐 事后我们双双沉默 她 你不是经验丰富吗 为什么稳计这么差 我不甘示弱 反唇相机 你不是情长浪子吗 为什么连扣子都不会解 她咬牙切齿 我连女孩子手都没牵过 我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猫猫会持续分享好看的完结文 感谢支持 证文现在开始 我是姐宝女 父母商业联姻 彼此毫无感情 在外个有情人 他们生下我姐后 被家里长辈勒令 再生个男孩继承家业 令他们失望的是 二胎还是个女孩 于是我出生后 父母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各自离开 是我姐把我带大的 她才八岁 就承担了父母的责任 亲自给我冲泡奶粉 每晚给我讲睡前故事 等我上幼儿园后 她会亲自送我上下学 风雨无阻 保母留妈 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感慨 二小姐一哭 别人都束手无策 只有大小姐才能哄好啊 也许是摊上 这么一对不负责任的爹妈 姐姐小小年纪 就异常成熟可靠 伸得两边长辈欢心 因此她还没成年 就进了公司历练 成绩斐然 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大学毕业后 就正式接管了集团 而我是姐姐的对照组 典型的吃喝玩乐 不学无数 爱好难磨的顽固富二代 被别人称为 这辈子只能啃姐的废物二小姐 我倒是无所谓 甚至沾沾自喜 我有姐姐养我 你们有吗 极度罢了 当姐姐突然问我想不想联姻时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反倒是她诧异的看着我 你不是一辈子都不想结婚吗 我无所谓的笑了笑 年纪到了 又想结了呗 其实不是 但我知道 她这么问我 一定有她的道理 联姻而已 只要能帮到姐姐 都无所谓 反正最终也是 像那对爹妈一样 各玩各的 互不干涉 婚姻形同虚设 当我得知联姻的对象是温书安时 更满意了 因为我们俩都是圈里 不相上下的浪荡富二代 她每天灯红酒绿 狐朋狗友成群 我酒吧会所常客 点得难模不计其数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俩还挺配的 婚后生活也确实如我想的那样 温书安主动搬去了次卧 天天不着家 跟死了一样 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 正合我意 也让我松了一口气 会所里 闺蜜神婉 听我说完枯燥的婚后生活后 笑倒在沙发上 你知道别人管你们叫什么吗 我有点好奇 什么 二臂夫妇 浅浅翻了个美丽的白眼 神婉又笑了半天 才扶着腰坐起来 你说你 天天装什么夜长女王 结果连个嘴都没亲过 就直接结婚了 这合理吗 我抿了口酒 笑了笑 你不是知道我的情况吗 因为那对爹妈 我从小就不相信爱情和婚姻 也根本不想谈恋爱 更不想结婚 诞生在豪门 注定身不由己 于是我每天留恋酒吧会所 营造出一个荒唐二小姐的形象 就是想让那些打我主意的人望而却步 毕竟 没几个家族想让自己后院着火的 姐姐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约束过我 我们心照不宣 沈婉叹了口气 我只是有些为你难过 婉婉 不要太悲观 你看我和陆成不就挺好的 我挑了挑眉 打住 炫富狂魔 都说豪门圈子不会有真爱 但沈婉和陆成这一对就是例外 虽然也是商业联姻 但陆成把沈婉当宝贝一样护着 是挑不出刺的模范丈夫 沈婉刚开始以为是作戏 时间久了也渐渐沦陷 后来才知道 原来陆成很早就开始暗恋沈婉了 拿了先婚后爱的剧本 这两人黏糊的让人牙酸 作为朋友 我挺为他开心的 沈婉被我说红了脸 他看了一眼手机 立马瞪大眼睛 完了 12点了 我家门禁是11点半 完了完了 陆成再来的路上了 他急急忙忙拿起包就想走 我欲言又止 婚后还有门禁 这也太可怕了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人引推门进来 果然是陆成 他的视线暗沉沉的落在沈婉身上 他下意识打了哆嗦 老公 你听我说 晚晚刚结婚有点焦虑 让我陪陪他 我 不是你非要听八卦 他拼命对我识眼色 我只能无语地点点头 陆成笑得温柔 那老婆 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沈婉小记着米式的点头 立马过去牵住他的手 他恰里把沈婉的腰 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话 他脸立马红得跟煮熟的虾一样 我摇了摇头 为他默挨三秒 今晚他的腰恐怕保不住了 走之前 陆成看了我一眼 我叫温书安来接你 我淡淡开口 不用了 我们家可没有门禁 他弯了弯唇 没再说话 但那抹笑容 却带着我看不懂的意味深长 他们走后没多久 一个服务生进来 给我送了瓶酒 我没在意 以为是神晚之前点的 结果喝了一杯 就开始脑袋昏沉 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给我姐打了个电话 身体越来越热 我揪着大腿保持清醒 电话接通后 我迅速说明情况 姐 我好像被人下药了 会锁包厢301 快来接我 有人推门进来了 我关了静音 手机塞到了沙发底下 他走进后 我认出是刚刚那个服务生 我尽量镇定开口 你是谁 他笑了一声 慢慢抬起头 居然是他 乔婉 还记得我吗 我身体已经开始发软 但还是强撑着精神 吃笑一声 是你呀 怎么 想报复我 他走得更近 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笑容很利 记得就好 我就怕你忘了呢 不然报复起来都不痛快 当初逼我退学的时候 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会落在我手里吧 这要可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 你猜别人看到 高高在上的乔家二小姐 像个母狗一样 被我压在身下时 会是什么表情呢 我攥紧手指 眼神冰冷 李斌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下见 李斌是我们高中的特招体育生 他在别人的怂恿下 冲进广播室 向我表白 闹得全校皆知 我拒绝后 他恼羞成怒 开始造我黄谣 第二天 我的桌椅上都写满了乌言会语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 可我不慌不忙地拍下证据 报了警 参与的人起起变了脸色 他们一致把责任推到了李斌身上 他被退学处理 但我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我姐也不允许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 他要求校长 找出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 当众向我道歉 并记过处理 别忘了 我们家可捐了学校好几栋楼 不出一个下午 他们只能捏着鼻子向我道歉了 毕竟 我姐也想要搞垮他们家公司 也不是什么难事 没想到 李斌居然在这等着我呢 估计是没想到 我还能嘴硬 他额角轻轻跳了跳 眼底力气更重 剑婊子 落在老子手上 看你待会还能不能骂出来 说着他开始解皮带 我悄悄攥紧了身后藏着的酒瓶 要效强烈 我的眼皮渐渐沉重 身体更是使不上力 我的心沉了沉 就在这时 门被人猛地踹开 李斌被他一拳头砸在了酒桌上 动作万分横力 我听到了酒瓶摔碎的声音 在我昏沉之际 落入了一个 带着些许良意的怀抱 我下意识抱紧了他的脖梗 晚晚 没事了 别怕 他的嗓音低哑 带着一丝后怕的颤意 温书安 怎么是你 他将我打横抱起 骤然失重 我只能紧紧抱住他 你打错电话了 是我接的 我能感觉到 他身体的僵硬和不自然 下意识松了松手 抱歉啊 打扰你了 他难得凛冽地看了我一眼 唇角清明 瞧晚 我们结婚了 我眨了眨眼 想了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 忍不住心里嘀咕 表面夫妻而已 上车之后 暖气吹得我更热了 余光里认真开车的温书安 变得更加英俊 冷俊的眉眼 长在我心疤上了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狼狈地一开视线 他看了我一眼 猴杰动了动 再忍一会 马上到家了 我愣了愣 突然火气上来了 温书安 我被下药了 他眼神都没丢给我一个 淡淡道 我知道 我让家庭医生过来了 本来温度就高 这下我的脸 直接烫得能煎熟一个鸡蛋 我懊恼地转身 自暴自弃地 将他的衣服盖住脸 淡淡的香味传来 很好闻 但让我的理智又瓦解了一些 过了一会 他似乎忍着笑 所以 你以为闭嘴 到家后 温书安将我抱回床上 他动作漠然一将 只见颤了颤 乔婉 你在干什么 可我只能聚焦到 他性感的薄唇 理智全无 闭上眼亲了上去 他瞳孔颤动 挣了两秒 才狼狈地将我推开 家庭医生快到了 你再忍忍 可我却死死拦住 他的后颈 温书安 我忍不了了 你不是说 我们结婚了吗 空气骤然安静下来 他的黑眸直勾勾盯着我 带着前所未有的侵略性 乔婉 我只问你一遍 你认真的 我到了 他没有说话 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 拒绝的话 梗在猴头说不出来 我正正地看着他此刻的样子 双手下意识收紧 温书安似乎倾笑了一声 在黑夜中格外清晰 徐医生 暂时不需要了 麻烦你了 月底给你加薪 说完 他将手机挂断 随手扔在了地上 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个温良的吻就落了下来 带了几分力度 激起一阵站立 醒来时 我头痛欲裂 看到旁边的人时 我下意识扯了扯被子 温书安慢慢睁开眼 精壮的胸口处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红印 和他白皙的肤色 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咽了咽口水 眼神飘忽 不敢直视 他知其警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和昨晚盼若两人 乔小姐不是经验丰富吗 为什么吻记这么差 我嘴唇都被你咬破了 声音散漫又暧昧 我不甘示弱 反唇相机 你不是情长浪子吗 为什么连扣子都不会解 他毫无征兆地咳了两声 视线一开 耳间迅速染上薄红 我得寸进尺地笑了笑 而且体验感很差 温书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黑毛里蓄起了羞脑 他咬牙切齿 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我 压下心底的震惊 我故作镇定 是吗 那可以理解 乔婉 明明昨天你闭嘴 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跑回了家 姐姐没有去公司 特意在家等我 他视线落在我所谷处 挑了挑眉 要笑不笑地看着我 脸上温度骤然升高 我扑进他怀里撒娇 转移话题 姐可得帮我狠狠教训那个李斌 昨晚我差点就被他毁了 他轻柔地俯了俯我的发顶 向来淡漠的眼里话 开了丝丝柔情 放心 敢欺负我妹妹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明明是这么美艳的脸 嗓音却毫不寒情 冷力无比 我正正看着他 眼里依满了崇拜和依赖 蛇蝎美人 A爆了 姐 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同伙吗 他腻了我一眼 不然呢 李斌前段时间 还是一个有毒瘾的修车工 现在就能混进这种高档会所 当服务生了 我心沉了沉 这么看来 他的同伙 跟我还是同一个圈子的 并且很想把我毁掉 能查出来是谁吗 我姐垂下眼 眼中闪过一丝冰冷 李斌嘴很严 估计是那个人跟他许诺了什么 不过 我有的是办法撬开他的嘴 我站开笑 将脸埋进他怀里 姐 我爱死你了 他也弯了弯唇 少平 说说你跟温叔安是怎么回事 面对温叔安时 我没来由的感到不自在 他也一反常态的 总在我跟前晃 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氛围 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我暂时不想面对 找了个借口 回家住几天 沈婉知道我出事后 非要来陪我 他心有余悸 对不起婉婉 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待在哪的 要真出事了怎么办啊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管你的事 李斌的目标是我 他肯定掌握了我的行踪 就等我落单呢 再说了 我福大命大 这不是没事吗 哄了一会 他总算破涕为笑 听说你和温叔安的感情 突飞猛进 我脸一热 你听谁说的 当然是路程啊 他说温叔安现在就跟开了瓶的公孔雀一样 春风满面 想不发现都难 我有些愣证 以我和温叔安的关系 不至于吧 沈婉笑嘻嘻的凑过来 温叔安不会暗恋了 你很久吧 我想都没想就否决 不可能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交集 也不存在我帮过他什么 让他从此对我情根深重什么的 虽然从小就认识 但都没说过几句话 仅仅是认识而已 这么想着 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情绪 他的春风满面 不是因为我 沈婉看了眼手机 瞬间怒了 好你的路程 我一天不在就敢去鬼混 旁边还有女的 我打了个哈欠 咱们不是也经常去吗 放心吧 他不敢怎么样的 沈婉依偎深长的看着我 你知道这个女的是谁吗 谁啊 孟如月 刚躺下去的我又坐了起来 因为孟如月是老熟人了 她是温家保姆的女儿 和温书安年龄相仿 温家对她也很好 让她跟温书安读同一所学校 连找私教也带着孟如月 两人基本上吃穿用度都一致 他俩算得上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了 中学时 温书安走到哪 孟如月就跟到哪 美其宁约要照顾她 大家都戏称 温书安身后跟了条小尾巴 我曾经路过现场 目睹他们的纠葛 温书安放学后 跟狐朋狗友约着去玩 孟如月跟在她后面 窃窃地拉住她的袖子 柔柔开口 温书安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 我不能看着你学坏 她神色不耐 嗓音冷淡 孟如月 你能不能少在我跟前晃 很烦 她委屈的泪水大颗大颗砸了下来 紧咬着唇 我见油帘 可温书安丝毫没有怜香惜玉 眼里还闪过一丝厌恶 这招对我没用 随便你跟谁告状 别来烦我 可第二天 孟如月还是跟在她身后 像没事人一样 我都佩服她的毅力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孟如月喜欢温书安 久而久之 大家都在打赌 温书安会不会追击火葬场 可造化弄人 她取了八杆子打不着的我 令人唏嘘 沈婉非要拉着我去会所 她不让我去 自己倒完得挺开心的 我受不了这个气 无奈下 我也只能陪着她 因为我也想看看 孟如月是不是还对温书安恋恋不忘 嗯 只是八卦而已 我没想到沈婉这么忙 直接冲进去的 还带着我 原本热闹的氛围 瞬间凝制了 温书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下意识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我竟然从她的动作里 看出一丝乖巧和心虚 路程刷地站起来 自然地懒过沈婉的剑 老婆 你来接我了 那我们回家吧 沈婉高贵冷艳地看着她 急着回家干嘛 不是玩得挺开心的 也带我玩玩呗 路程摸了摸鼻尖 低声在她耳边说 故意让你看照片 就是想让你来接我的 回家任你处罚 沈婉瞪大了眼睛 气焰一下就弱了 我真的想扶我苦笑 沈婉被拿捏得死死的 狐朋狗友反应过来了 开始起哄 来都来了 就一起玩玩呗 温书安黑沉沉的眸子 在灯光下映出淡淡的光亮 领口微微敞开 散漫又禁欲 我不合时宜地想到那晚 她眼里快要溢出来的占有欲 心脏加速跳动 沈婉不好意思地看向我 脸颊微红 玩玩 要不然就玩会吧 事已至此 我只能点头 在众人灼热的视线下 我坐到了温书安旁边 孟如月原本坐她旁边 但距离很远 这下我彻底将她俩隔开 有种棒打鸳鸯的感觉 我甚至能感觉到她不善的眼神 几个富二代朝我们几眉弄眼 露出野鱼的笑容 温书安轻轻咳了两声 嘴角却微微上扬 要玩什么 真心话挑战 酒瓶转到谁 谁就回答问题 不能说谎哦 我抿了口酒 这群人都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主 一个青梅 一个联姻对象 话题度拉满了 本想看热闹 结果热闹竟是我自己 我瞪了那对 黏黏糊糊的夫妻一眼 都怪他们 一转头 却对上温书安深沉的视线 酒瓶转到了孟如月 提问人笑得贼兮兮的 嘿嘿 请问 在场有你喜欢的人吗 他有些羞涩的垂下眼帘 声音软糯 有 哇哦 所有人的视线 一致看向温书安 大家心知肚明 孟如月又羞又怯的看了他一眼 简直当我不存在似的 可惜 媚眼抛给瞎子看 温书安捶着眼 没分给他一个视线 这人面上不动声色 桌下的手 却不安分地勾住了我的围纸 我退开 他又勾上来 动作浅浅温柔 看到手上那一对醒目的婚戒 我莫名有些脸热 又转了几轮 终于转到了温书安 在审晚的疯狂试一下 路程咳了声 提问 你喜欢的人在现场吗 他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在 心间颤了颤 一个富二代起哄 又问了一句 喜欢人家多久了 温书安喝了口酒 原本以为他不会回答 但下一秒 就听到了他有些哑的声音 喜欢他 快十年了 现场骤然安静下来 沈婉的表情变得极其难看 他怒瞪着温书安 路程无奈地看着他 眼里满是宠溺 孟如月愣了愣 眼睛飞快亮了起来 眼里是藏不住的爱慕 他脸上写满了得意 像一个胜利者 众人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存在感强烈 让我无法忽视 我只感觉无比难堪 目火中烧 指甲嵌尽掌心 我站起身就往外走 温书安追了上来 紧紧拉住我的手腕 我想甩开 但他一把将我抵在墙上 眼神灰暗不明 去哪 我又气又委屈 说话不自觉带了哭腔 温书安 我们是约好户不干涉 可你怎么敢当着我的面 跟其他女人调情 连表面功夫都不想做事吗 很好 那我现在也去找个男 他的气息铺天盖地地附下来 剩下的话被他堵住 我的手禁锢在他的胸膛处 动弹不得 快喘不上气了 他才稍稍退开 眼底是不加掩饰的情欲 哪有别人 一直都是你 我正了正 可是 你说你喜欢他十年 他倾校出生 我们认识没十年吗 你真就这么迟钝 不成立的 我们又没有什么交集 他将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近 温热的气息 撒在我的耳阔 又酥又马 为什么不成立呢 我喜欢那个 冲在前面保护别人的善良女孩 也喜欢那个 为了承接坏人 用弹弓打他家窗户的 那个腹黑女孩 更喜欢那个 面对谣言时 敢于反击的勇敢女孩 我捂住他的嘴 修道尔间都在发烫 别说了 感情小时候那点迫事权 让他看到了 温书安眼里样着笑意 宠溺又蛊惑 现在知道 我说的是谁了 我一开视线 唇角的弧度 却抑制不住上扬 没想到 孟如月居然主动 约我喝咖啡 他开门见山 谈谈吧 我不仅不慢地瞎了一口 才抬眼看向他 你想谈什么 孟如月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跟在温书安面前的小白兔 判若两人 昨天你也看到了 我和温书安两情相悦 你们只是联姻 代表不了什么 希望你能不要插手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两情相悦 温书安告诉你的 他表情变了一瞬 紧了紧手指 又鼓起勇气般和我对视 他说喜欢一个人十年了 而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除了我还能是谁 而且只有我是最懂他的 而你 应该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吧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道歉 这些是保姆应该知道的 他几乎维持不住自己的表情 神情休闹 我的嘲讽毫不掩饰 你要是对自己这么有把握 今天也不会来找我了吧 孟如月脸色发白 眼中藏着暗恨 而且 你这种妄图插足别人婚姻的行为 叫小三A 他毫不退让地盯着我 丝毫不引以为耻 不被爱的那个人才叫小三 你们的婚姻毫无感情 他根本不爱你 何必呢 我收回视线 慢吞吞将手机翻了过来 他瞳孔皱缩 浑身僵硬 因为上面赫然显示 正在通话中 老公 听到了吗 他说你不爱我诶 真的假的 我好整以霞地欣赏 孟如月调色盘般的精彩表情 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传来 喊着宠溺 我只爱你 我满意地笑了 孟如月 谁给你的胆子 敢挑拨我和婉婉的关系 他脸上血色进退 慌乱否认 书安 我没有度我挂断了电话 露出了恶毒女配般的微笑 乔婉 你故意的 说着 就想站起身 想朝我泼咖啡 我眼急手快 钳制住他的手腕 狠狠一折 他疼得鹅角清除冷汗 原本以为你只想当小三 没想到你竟然还想毁掉我呀 孟如月脸色一变 眼里闪过金句 又强压下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笑了笑 别装了 你以为窜多礼宾给我下药 这是藏得很好吗 以为给他点钱 他就不会供出你了 他瞳孔颤了颤 不敢跟我对视 却依然不肯承认 有证据吗 不要血口喷人 我吃了生 要是没证据 估计也没人会怀疑到你身上 你打的就是这种算盘是吧 他脸色难看 我凑近他耳边轻声说 一个倒贴都不成的小三 给原配下药想毁掉他 结果却成了人家夫妻之间的情趣 自己偷积不成十把米 写成小说 一定很精彩吧 杀人诛心 他眼睛都气红了 死死盯着我 想要把我生吞活泼 就在这时 我一眼看到了风尘仆仆的温书安 他迈步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老婆 我来迟了 让你受委屈了 他做事要抱我 我用手机将他抵开 温书安眼里有些不解和委屈 旁边的孟如月嘴唇都快咬出血了 我勾了勾嘴角 将姐姐给我发的东西 转发给了温书安 好好看看你的小青梅都干了些什么 你自己看着办 我只要结果 说完 我潇洒地踩着高跟鞋离开 如果处理的不能让我满意 他就别指望我搬回去了 回家后 竟然见到了消失很久的便宜爹妈 见到爸妈连个招呼也不打 一点叫养都没有吗 我爸怒不可恶地叫住我 我翻了个白眼 不好意思 有爹生没妈养 不知道什么是叫养 你 我妈按住他 神色善善 晚晚啊 怎么说他都是你爸 不要这么针锋相对 我嘲讽地看着他 不好意思 没养过我一天 就不要在我面前白掌被架走 我不吃这一套 倒是你们 无事不登三宝殿 来我家干嘛 他们对视一眼 脸色都有些尴尬 我爸缓和了脸色 稍稍放低了声音 你跟你姐关系好 你跟她说说 都快三十了 还不嫁人 像什么样子 我妈英和道 对呀 女孩子管理公司太辛苦了 我们给她找了几个相亲对象 都是优秀的好孩子 你让她去见见 早点结婚才好 我顿几秒 才明白他们的意图 被他们的无耻气笑了 我转身慢悠悠地朝他们走过来 眼里不寒一丝温度 所以你们是看到 我姐把集团发展得这么好 想让她快点嫁人 好把她踢下来 给你们各自的私生子铺路是吗 我忍不住鼓了鼓掌 在厚颜无耻方面 你们倒是挺合拍的呀 被我扯下了遮羞布 我把那张老脸青一阵红一阵 我妈眼神躲闪 欲盖迷章似的拍了拍桌子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我毫不在意 自顾自地说 我看你们是年老婚馈了 你以为随便哪个废物都能接手集团吗 姐姐年纪轻轻 就将商业版图扩大了几倍 你去问董事会 有谁不服她的 想取代她的位置 你得去问问他们同不同意 你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就是生了姐姐 至于其他的事情 劝你们省省心 拿好你们的分红 跟外面的情人和私生子 好好过日子的了 再敢得寸进尺 小心什么都捞不到 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满脸震惊 我笑容和煦 微微前轻 压低了声音 这辈子我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会给别人找不痛快 如果你们再敢打姐姐的主意 我敢保证 这辈子你们的情人和私生子 都别想抬起头来 想试试吗 他们看我的眼神陌生又茫然 张了张嘴 却无话可说 我目送他们离开 打开门 姐姐就站在门口 神情淡漠 我妈有些心虚 轻轻喊了声 叹叹 她叫乔叹 叹是叛的意思 姐姐没因她 只是注视了她很久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你们以后没事的话 还是别回来了 他们身形颤了颤 最终还是颓然地离开 我唇角上扬 跑上前紧紧抱住她 姐姐 欢迎回家 只属于我们的家 她微柔地摸了摸我的脸 晚晚真怪 哪怕我已经结婚了 她还是把我当小孩子 不过 我很喜欢 晚上 我和姐姐久违地一起睡 她突然问我 你知道当初 为什么我要把你嫁给温书安吗 我漠然片刻 一开始 我以为是集团出了问题 需要联姻让温家帮忙 但现在看来 是姐姐早早就为我铺好了路 她见我没有说话 勾了勾唇 继续说 其实我是很不愿意让你嫁人的 姐姐能养你一辈子 可那小子太执着了 要求她歌文书里来找我 为此她歌颂了我好几个项目 我替你考察了一番 发现她人不错 看着完得花 其实跟你一样 连一场恋爱都没谈过 我抿了抿唇 心里却尽出思思甜意 还记得曾经造谣你的那些人吗 他们是不是第二天都鼻青脸肿的 我愣了愣 这不是你找人干的吗 姐姐轻笑了一声 本来想干的 但被人节足先登了 过了一会 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她做的 脸上温度升高 男男道 她为什么要这样 姐姐一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翻了个身 你明天自己问问她吧 明天 嗯 她说明天来接你 第二天一大早 温书安就出现在客厅里 看到我下楼的一瞬间 她眼睛亮起 却眼不了眼下的清黑 一看就是没睡好 我有些心疼 低声抱怨了一句 怎么不睡觉 她立马站起身 须须将我揽进怀里 仿佛我是什么一岁的珍宝一样 我哪睡得着呀 老婆差点就没了 嗓音带着熬夜特有的色雅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温书安抿了抿唇 垂着眼看我 神情像一只可怜的小狗 我故作冷淡 孟如月的事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她神情一下转冷 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厌恶 晚晚 放心吧 我将证据交给警察了 重判 行吧 谁让我是手法好公民呢 温母刚开始是不同意的 想以婆婆的身份压我 逼我放过孟如月 不要追究责任 但被温书安拦了下来 保姆带着孟如月 跪在大厅一晚上 闹得温家鸡犬不宁 但好笑的是 温家情况跟我们家有点相似 温父温母在外面都有情人 只是没我那对爹妈一样 大张旗鼓罢了 但温家现在是温书安大哥掌权 他直接将保姆解雇了 并公事公办 将孟如月送到警察局 谁也没办法左右他的决定 温父温母只能一边大骂不孝子 一边无能为力 但没人在乎他们怎么想 回去的路上 我想了想 还是问了出来 为什么你要装出一副 玩裤子弟的样子 他扣着方向盘 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 第一 是不想进公司 第二嘛 你猜猜 我垂下视线 总不能是因为我吧 温书安哼笑一声 声音如常 我却听出了一丝委屈 还不是因为某人说 喜欢看起来渣的 天天混酒吧会所 这样才有男人味 我下意识反驳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等等 我想起来了 中学时期 跟我表白的人很多 我不厌其烦 再一次被人当众表白后 我随口找了借口 我不喜欢看起来乖的男生 我就喜欢那种皮帅不学好的 最好是天天去酒吧 把酒当水喝的那种 这才有男人味 我之间还记得 那个男生惊恐的神情 再后来 向我表白的人就少了 我乐在其中 没想到被温书安听到了 还招来了李斌这种人渣 自知理亏 以后再也不口嗨了 我不自然地转过头 假装看窗外风景 温书安却吊铛铛地来了一句 老婆 为了咱俩的幸福着想 我以后能不能少喝点酒 那玩意真不好喝 我脸一热 没让你喝 红灯 车子停了 他勾了勾唇 俯身凑近我的耳裤 那天晚上露成的眼神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这些狐朋狗友早就知道 看着眼前笑得蛊惑的温书安 我咬了咬后草牙 狠狠亲了上去 他眼睫颤了颤 险些没绷住自己的表情 眸色沉了沉 晚晚 你这样很容易出事故 我得逞地笑了笑 温书安 你最近有时间吗 我一个靠哥哥养的闲人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 差点忘了 我们都是啃哥哥姐姐的废物富二代来着 既然这样 我笑容加深 那我们去补蜜月旅行吧 乐意之至 绿灯亮起 我们朝前开去 闲来无事 岁月静好 最适合来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后继旅游结束之后 我带着温书安先回了我家 想给姐姐一个惊喜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惊吓 我看见姐姐进门后 和一个男人吻的男手男分 当他抱着姐姐转过身后 我瞪大了眼睛 竟然是温书安他哥 温书李 下意识想叫出声 被温书安一把捂住了嘴 他将食指抵住唇 示意我别出声 打横将我抱回房间 我震惊得久久难以平复 这是什么情况 他将我抵在门上 压低了声音 强强联合 亲上加亲 挺好的 不用担心后半辈子破产了 我戳了戳他禁瘦的腹肌 嘟囔道 怎么办 不能出去 好无聊 他闷哼一声 浑身僵硬 捉住我作乱的手 黑眸中闪烁着暗光 倒映出我的轮廓 危险又性感 那就晚点不无聊的 我弯了弯唇 主动攀上他的脖梗 轻轻吻上他的唇 至此 一发不可收拾 至此全闻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